当然要看到在昨天10月10号双十国庆 大家关注了一整天 从早到晚有非常多的活动 那么尤其晚上的压轴就在国庆焰火 那么今年是在云林 应该说17年来时尚第一次吧 在云林 在昨天的这个场合上 我们看到致辞的时候 韩国瑜是妙语如珠 而赖清德总统也显然他心情很不错 又提了中华民国 好那我们看到昨天这场国庆焰火 因为在云林嘛 所以这个赖清德韩国瑜 还有云林县长张立善等人都到场参与 那韩国瑜讲了好多 他又来开他这个你知道 头发的玩笑好不好 而且昨天在现场我们才发现说 他的夫人李嘉芬也来了 而且在台下笑开怀 那么主要是因为韩国瑜讲了这一段 大家不知道 他说今年选择云林县国庆焰火 真是选对了 而且呢张立善县长为了认真办好这场晚会 希望这个昨天不要下雨 所以他包括自己还有市府人员 从10月1号就开始 全队吃素熬到今天晚上 好那韩国瑜就爱开玩笑嘛 他说大家可以看到 张县长跟他的团队脸色有点发白 说到这哦 不要说张立善啦 台下的赖清德有没有 两个人都拍手大笑 都被逗笑了 对都被逗笑了 好那韩国瑜呢 他说身为国庆筹备会主委 不免俗的也要许三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 祝福中华民国 国运昌龙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第二个愿望 希望云林县成为全台湾所有的好朋友 关注的重点县 或出的去 人尽的来 好他只差没说云林发大财 好那第三个呢就是 我的太太娘家在云林西罗七坎 是武术发源地 他们家都练武术 所以我希望我太太将来跟我吵架 不要再把我头发 我头毛发已经不多了 好所以镜头这时候tag到李嘉芬 他这笑得很开心 好那么至于赖清德总统也是 从头到尾 我看他都是挂着笑容 我看起来其实心情不错 也蛮轻松的 那这个赖清德有特别提到 云林县是有史以来 首次举行国庆宴火活动 今年国庆从晚会到大会到精彩的宴火 请在场贵宾给韩国瑜院长 与刘世芳部长掌声 那么听到了张县长致辞 可以充分感受到 他为了今晚的活动做足了准备 要把云林最好一面呈现给国人同胞 那么也希望大家给予张立善县长掌声 他说我特别跟张县长说明 过去蔡英文总统很支持云林 未来我一样会支持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 再次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国运昌隆 好那当然看到了赖清德跟韩国瑜 感觉起来从昨天的国庆演讲 到昨天晚上的国庆宴火 有一点点要互相搭台的味道 我不知道这当中 凤卿姐你怎么解读有政治意涵吧 我先不用政治意涵来看这件事情 因为是庆典嘛 我觉得他们都 我觉得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必须知道 什么场合要表演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我所谓的表演不一定是说 他们不真心诚意 而是呢其实面对着一个国家庆典 一定要用一个开心的态度 然后用一个团结的态度 然后展现自己的高度 这件事情全民会计分数的 谁在这部分呢高度拉得最高 然后谁在这个部分展现出最多的善意 谁在这个部分呢 然后没有这个给对方穿小鞋 大家都会记在这个公过部里头 就好像以前我们做那个什么 这个技工家讲啊 类似像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他们恰如其分的去展现出 现在台湾民众最希望的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很和解嘛 然后呢好好的 然后为台湾然后奋斗前进 这一点是对的 但是我想要在这边稍微的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内容的部分 其实你在致辞的内容的部分 非常有意思 我跟跟大家提一点 昨天我刚好看了 中国时报跟自由时报的社论 那那个社论里头其实都谈到了中华民国 然后当然他那个盖都是要去阐述中华民国的概念 那我这边要说刚好赖清德说的致辞的内容 就是自由时报的社论 然后呢这个韩国瑜所说的内容 就是中国时报的社论 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哑然失效 因为赖清德说中华民国落地生根75年 对不对 就是一模一样的字哦 在自由时报的这一个社论里头一模一样的字哦 那在这个韩国瑜演说的内容 特别强调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 台湾是我们的家 对这件事情是昨天中国时报的主轴 对那当然他的标题就是这两句 对标题就是这个 然后呢韩国瑜他的刚有 我相信这个是他原本就已经设计好的文章 只是刚好重叠而已 因为他后面还谈了民主自由啦 这些价值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四大主轴这件事情 他把它显得非常的清楚 可是其实你要知道这两个 这两篇社论 或者说是他们两个人的发言 对于中华民国的定义 其实是两种定义 其实一个定义是113年的定义 一个是75年的定义 对于赖清德来讲 他提了武昌起义之后 就没有大陆篇的中国了 就没有了 请问一下 中华民国没有抗战的历史 而那一段历史其实形塑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 其实是一个极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是在历史上面 为什么台湾可以回归中国 一个重要的一场战役 可是在赖清德的演说里头 连提都没有提 他提了很多的历史 他提古宁头也好 提823也好 他提了很多跟中国大陆的对抗的军事历史 但是完全不去谈中华民国能够在废墟当中逐渐的茁壮的那一段历史 他就完全不提 那我觉得韩国瑜他所传达出来的这个理念 把中华民国跟台湾的家的概念 然后跟民主自由的关系 然后跟中华文化的关系 他做了四大支柱的定义 我觉得这件事情他们展现了完全不一样的立场 对于中华民国完全不一样的立场 这件事情后续我可以预料得到 就是民进党可能绝大多数会慢慢的都向赖清德靠拢 除了独派 因为对独派来说 高举中华民国的符号 是有极大的危险的 其实在自由时报的社论里头有提 他说如果你不去谈大陆片 你只谈台湾片的话 那中华民国的国号 勉强堪用 我现在用的都是用词 都是他们的用词 那但是呢 对于这件事情呢 对于独派而言 他们最大的危机是 你只要承认了中华民国113年的历史 你就无法割断大陆的那一段 那对于韩国瑜他现在讲的这个四段支柱 我觉得现在因为很多人都提到说 当中华民国被赖清德给拿走了之后 那么国民党的论述是什么 我觉得 这应该不是赖清德拿走了中华民国的论述之后 韩国瑜才想出那四段支柱 完全不是 他反而事先可能就定了这四个支柱的调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是国民党可以去发挥的地方 那但是呢 国民党能不能有这个智慧去发挥这四大支柱 就中华民国作为国民 作为国家 然后呢台湾作为家 然后自由民主作为我们的价值 然后这个时候呢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本 这四件事情其实缺一不可 我觉得这里面呢 其实双方都展现了一个欢欢喜喜的高度 可是呢 在那个基本立场的不同 我觉得这个部分才是开始 要去说服民众往哪一个方向走 一个重要的关键时刻 我从小到大事实上都在进行防晒大作战 所以身为防晒达人呢 我特别推荐大家这一支 这是中天新推出的KS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厉害 有榨枣直萃 这有蓝光神队的美称 也就是擦上它呢 可以防御环境里面3C产品对肌肤的危害 那同时还有含黄金海藻这样的成分呢 能够抵抗肌肤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它不含香料 所以呢 擦起来清爽不负担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适用 孕妇也可以擦 所以在这边我诚挚的推荐给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缘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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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